继续再来看的是大陆第一艘航舰辽宁舰 庆祝福一十年 特别秀出甲板上满载二十四架歼十五战机的画面 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陆过去十年 多了一艘国产航舰山东舰 接下来还要迎来福建舰 正式跨向三航母时代 其中福建舰的母岗传出将设在靠近台湾的省份 长长一声鸣敌 中国大陆第一艘航舰辽宁舰 庆祝入列服役满十周年 大陆官媒用十年魔力舰来形容 因为就是从辽宁舰下水服役起 大陆开始积极发展航舰战队 而辽宁舰在这十年之内战力也升级 空拍镜头下看到满满的歼15战机停放在甲板上 这是大陆释出辽宁舰在渤海海域演练画面 宣称使用轮转出动的方式分批起降 缩短了再次起飞的准备时间 我们运用航母的技术战术越来越成熟 那么航母这个体系作战能力也越来越提高 这一系列难题应该说我们已经克服 大陆辽宁舰过去还没有舰载机的能力 一路突破到可以进行夜间起降演练和拦截 解放军是一连制作了好几部影片回顾发展历程 甚至还把8月初的对台军演也算成辽宁舰练兵的舞台 前不久反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防台湾的军事行动中 我们的航母编队也参加了这个设压演练 包括航母编队的核天艇也参加了演习 这对台岛上的分裂势力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但是在此刻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年之内 中国海军已经要发展进入三航舰时代 还没正式服役 但是已经进入验收阶段的福建舰 正进行细薄实验 也就是让航舰在禁止状态下检测调校机电设备的性能 尤其福建舰还会是中国大陆第一艘 宣称使用电磁弹射起飞的航舰 电磁弹射器弹射舰载机的时候 能够保证它更高的这种出动率 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保持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密集程度 由于福建舰的排水量是超过8万吨 比前两艘航舰还要大 外界就推测了舰载机的数量可能达到60架 大大扩充了航舰攻击战力 而三航舰到齐就能达到一艘作战 一艘训练 一艘补给维修 可作战的最低需求 这些年我们航母实现了跨越发展 可以说中国特色航母之路 在现实中成果得到了检验 现在国产航母山东舰的使命任务 也在不断拓展 快速发展 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蓄势待发 现在从辽宁舰到大陆国产的山东舰 以及将服役的福建舰 已经被大陆称为航舰三兄弟 过去日本媒体更报道 辽宁舰是以中国北部为据点 主要活动范围以太平洋为主 山东舰则是在大陆南部 大多在南海进出 福建舰依照命名推测 母港可能选在扣近台湾的省份 并在台海频繁航行 这恐怕又让各国绷紧神经 新上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 马上就被问到必考的美中台议题 他答得谨慎 大方向和美国保持一致 同一个问题问到了南韩新总统尹锡悦 一招识问虚答 尹锡悦明显想要回避美中选择题 为日后保留空间 只是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近期赴联合国重申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 王毅这一次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过招 布林肯会后接受专访表示 台湾是半导体重镇 如果台湾有事 全球经济都有事 两人隔空交锋 美中台议题再先波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针对中美关系 新加坡外长受访时也提到 双方都明白局势的严重性 台海是北京的红线中最红的一条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美中关系也影响到的是台湾 那当然我们也带你来看到 外边的人是怎么看的呢 像是新加坡的外长 他就认为说台海就是对北京方面来说 最红的线 我们来看到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美中的外长是见面了 那针对这个动作 新加坡的外长维文 他就说 最近其实几周 台海两岸的言论行动 是一个令人比较担忧的领域 为什么呢 他说但是他有一点希望 因为中美已经至少 是有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至少有一些些的进展 只能希望双方可以理智的处理 避免出现一些闪失误判 或者是意外 擅置更严重的事态 螺旋式升级 也就是快速升级 这样子的可能 他说从一个冷静的第三国角度来看的话 美中关系其实缺少的 就是在战略信任上的部分 他说这个问题的最终焦点 就在于台海 也就是说台海还是最终的关键 而这个就是北京的红线当中 最红的一条 那过去年 他说四次的中国行当中 他就发现到中国大陆的态度 是变得更加自信 捍卫国家利益 当然也相对来说是更有利 也更强硬 这次再来看的是 美国跟南韩月底将大规模军演 雷根号航空母舰 已经停靠釜山港待命了 而这个时候 北韩周日又朝日本海 试射一枚短程的弹道飞弹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 今年北韩射弹频率大增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新动作 截至到9月25号 已经试射多达23次了 那么金正恩是不是在示威呢 南韩总统尹席接受CNN专访 担心北韩可能借着台海冲突 扩大挑衅 恩乌战争还在进行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又来刷存在感 我们刚才试试了 北韩国有试炼了 虽然这枚飞弹没有落在日本专属 经济海域还是引来日方高度不满 今年北韩射弹的频率高的下人 除了1月10单月7度试射 接下来的每一个月北韩都没闲着 6月5号当天还一口气发射8枚短程弹道飞弹 7月也2度试射多管火箭 截至9月25号北韩累计以23度试射飞弹 北韩似乎也算准射弹的时间 因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才启程飞往日韩访问 美国海军雷根号航母更睽違五年进驻釜山基地 为月底的美韩军演准备 种种举动恐怕都令金正恩很不开心 除了射弹月初北韩最高人民会议 还通过核武政策 授权先发制人的核攻击 这代表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 南韩总统尹习岳接受CNN专访 担心朝鲜半岛危机 也将受台海局势影响跟着恶化 担心金正恩会借此扩大挑衅 但是否暗示美国应优先处理北韩 以习岳佑佑佑余待保留 北韩目前还是靠老大哥中国撑腰 韩联社报道中朝友谊大桥的铁路货运 时隔150天重启 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 两国货运列车2020年8月起停运 直到今年1月重启 不料中间疫情再起 列车4月又暂停 直到9月再次恢复 战时甩开疫情的北韩 日前还盛大举行建国中年表演 北韩官媒镜头这回频繁锁定一名 穿着粉色上衣的女童 外媒分析这名女孩穿着明显不同 镜头也交错金正恩的表情 怀疑这个小女孩 就是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 南韩方面尽管近期活跃于外交场合 总统尹席月却惹出不少风波 像是曾拒绝会见来访的 中院议长裴洛西 访美时又被录下疑似用不雅字眼 称呼美国议员 对此尹席月做出回应 强调通通都不是真的 超前奔岛局势升温 南韩军方又观察到 北韩海军在潜舰基地 新浦一带有动作 像是准备要发射潜射飞弹 北韩不满美军军演的动作频频 每日韩三国将密切观察做出应对 TVBS新闻中博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